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米发现阁楼门口有一些白色粉末 亨利解释说这是盐 用来防止蜗牛进屋的 亨利离开前还递给母亲一张名片 然后他们就开始往屋里搬家具 弟弟乔治放东西经过阁楼时 摸了一把地上的盐 然后填了填手 然后就惊恐地跑开了 第二天母亲说要先去拜访一下邻居 母亲来到邻居门口向对方介绍了自己 邻居却奇怪地说 看你们能撑多久 然后就关上了门 在母亲去工作后 吉米骑着三轮车 带着弟弟乔治来到湖边玩耍 这时一个叫费斯的男孩走过来打招呼 接着一大群男孩也走了过来 为首的男孩抢走了吉米的手机 吉米想要抢回来 却被对方一把扔掉 1980年夏天 保洁曼夫人出门采蘑菇 回来做汤把儿子堵死后 也自我了断了 半夜吉米再次被噩梦惊醒 他打开手机灯光 看到弟弟乔治还继续在墙上画着什么 嘴里还不停嘟囔着 吉米走上前去 结果被弟弟乔治吓了一跳 第二天吉米找到费斯 问是否有人能读懂乔治画的含义 费斯带他找到了伊坦 伊坦看了一眼说 母亲是无辜的 之前欺负吉米的人来到吉米面前 打了吉米一拳 吉米蹲在地上捂着鼻子 费斯给他递纸巾 却被雪下晕 结果吉米和母亲下楼后 发现弟弟乔治不见了 急忙出门寻找 邻居告诉他们 弟弟乔治在墓园里 母亲把躺在墓园里的弟弟乔治抱回了家 第二天伊坦给吉米送药 随后费斯也来了 他们仨人聚到一起讨论起来 费斯提出搞个仪式来证明鬼怪的存在 于是晚上吉米四人坐在一起 中间还放着几株蜡烛 然后手拉着手闭上眼睛 希望能够将鬼神引出来 果真不一会儿弟弟乔治就被附了身 他站起来拉着伊坦的手 带着他们来到了阁楼里面 他们在这儿找到了一本书 作恶的人永远都会受到灵魂的折磨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